我来到教会 大家知不知道 这个加拿大哪个行业的人 是比较有信用的 就是 以前我听别人说过 很有信用的一个职业 就是像我们那个 小范迪经常追求的行业 那个叫药剂司 就是你叫药剂司 让他办的什么事儿 你放心 他不会丢伤那事儿 真的 你是有福的情况 以后你是未来的药剂司 药剂司有福的 那么我们做基督徒呢 在神面前 经常这个社长的药剂司 要有信用 我们是神让人 神叫我们办的小范迪 我们要绝对有信用 不光是风吹雨打 我们到神的念里 敬拜神是一词的 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 今天我跟大家想分享的一个题目 就叫说 传福音的模范 雅迪拉百迪拉 圣经中有很多夫妻人物 大家看圣经的时候就能看到了 那么这些圣经人物我们看了之后呢 就应该从中学一些经验教训 有好夫妻也有坏夫妻也有掺杂的 一半一半 那么大家都知道 创四季初期就是第一队夫妻就是亚当下巴 那么亚当下巴呢 其中亚当就是一个男人的代表 但是从亚当下巴我们就学了很多东西 就是我们可能就是亚当 我们就是亚当那样的一个人物 那么亚当是神给他创造的第一个男人 但是呢当下巴犯罪的时候 亚当在哪里就在身边 这种一个致命灵臭 我们作为一个弟兄 从亚当下巴这个故事 就应该学一个东西 我们作为一个弟兄和一家之主 在这个家里的主线中呢 就能学会 要离得住 就要不要像亚当那样 太太犯罪了 他蹬着坐在旁边 然后回头还蛮眼神 这就是他们这一个夫妇中 得学的一些东西 那么第二个父亲呢 大家都说亚当和萨拉 那么亚当那是一个信心之父 这是应该学习的 但亚当那也有儿子的时候 他曾经就是也跟神说好 跟周边的人也说过好 说他那个太太沙拉是他的妹妹 然后呢 他太太沙拉也是小心 神已经说了我给你一个儿子 但他等不了神给了儿子 他就让亚当那里娶了小妾 这就造成了多少人类灾难 他娶了小妾 后来就神是不喜悦的那个儿子 所以也因此了我们家长的学生 那么以撒和李百家呢 是他们这里一对夫妻最大的问题 就是偏爱 他们生了两个儿子呢 以撒跟李百家是各爱不同的 以少跟雅各 那么特别是他的太太李百家 就是偏爱雅各 所以就造成了两个弟兄俩互相争知 互相争论 互相说谎 互相争论 那么后来雅各 跟拉杰和利亚呢 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 七年七年这个故事 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 那么这个故事我们就能看到了 也是一样 就是因为他娶了两个媳妇 两个媳妇是一个姐妹 互相争斗 互相 后来他们生了孩子之后呢 也是 亚各生的孩子 是从拉杰那里生的 所以就是耶稣 他也知道耶稣的故事 那么他 亚各就是又偏爱耶稣 所以造成了第二个弟兄就很恨他 把他给卖掉鸭子 那个 一 一几个 那么 就是 种子神有神的美丽 最终都成全的好事 但是这个中间我们人 有时候呢 没有做得完好 那么 这波阿斯跟路德呢 要看路德记者就知道 这一对夫妇呢 就是很值得证明就是 波阿斯呢 是取了他 以及故弟兄的妻子 就是路德 那么路德是一个很伟德的一个女性 通过这个故事 我们就能看到他们 一股品德 路德的品德 那么我们姐妹们 就一样看这个路德记 路德记讲了很多路德的一种美德 那么他俩呢 就是 很顺服神 他俩这个最大的优点就是 他们两个人做对的事 然后做的也对 那么后来 有一对夫妻 你们都知道是 雅哈王 娶了一个耶稣别 那么这个耶稣别就不得了 这个耶稣别就非常不得了 那么这个问题就是 雅哈王 就取了一个 就是外邦女子 就是外邦女子 而且这个外邦女子 崇拜偶像了 那么使得这个 整个以色列的 他们是这个 他当皇帝的这个 我觉得居住的罪恶之中 去崇拜偶像了 那么雅哈王呢 也听出了他这个 老婆的这种 这种鬼迹 把人家的 都都圆圆抢过来 把人家给杀了 那么就是 这是一对夫妻 我们要学习的一个教学 后来那个 尼加尼亚和伊丽莎 伊丽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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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们上司 这是路加福音里的 就是 这是一对 这是约翰的 这个尼加尼亚的一个父母 那么他们是无可子质的 那么他当时也是小信 虽然他当时就是 他那个男的 就在一年多 不能说话 那么当时也知道 但是他们呢 是信靠神 这种神就让他们 一都圣灵充满 所以约翰出生的时候 你已经有圣灵充满 所以这个就是 他们我们从他们来学了 学到一个功课 那么 约翰和玛利亚 他的故事很清楚 是我们 所以耶稣出生就出来了这里 那么这里最大的学习就是圣子 他们就是圣子 所以最终出了耶稣的诞生 是我们才有救恩的 那么 另外一对师父呢 叫做 亚拿尼亚 撒菲拉 我们是使得上一个礼拜 正好飞养活 那么这里 最大的问题 他们也是认为自己是 跟踪耶稣的门主圣子生 但是呢 他们就欺贫圣灵 最大的罪过就是 欺骗 不忠诚 做神的功就是这样 我有191 有192 有192 就我能做到得多了 但是呢 神的功就欺骗不得了 所以他们就这样 都在彼得座 他们那个长道人士 都被圣灵击了 已经去世了 今天我们的重点不是讲这些 我们今天就讲 重点就讲 亚基拉和亚基拉 就是一个川福音的模范 这一对宗父有什么出面 有什么地方值得写 我们先看一下他们当时的 一些时代的背景 亚基拉的名字呢 她的丈夫叫亚基拉 亚基拉的名字 罗马的意思就是飞鹰 这个男的比较说得很厉害 但是呢 她那个妻子更厉害 她的名字就是很小的一个 看来这个女的很小 但是呢 很聪明 听说她口才也非常好 所以这个亚基拉的重点 还在百基拉身上 就是这个姐妹身上 那么他们当时呢 就是 原来都是罗马公民 那么 当时就发生了一些事情 就是 被 所以 当时被罗马的这个教皇呢 就被 驱逐出 罗马 然后被赶到 格林多 所以他们后来又跟着保罗去了 以佛所 那么 她当时这些事情 发生在 就是祖父的四十九年 那么 那么当时就是因为 福音开始传播了 教会也建起来 使徒经到时候 已经教会就建起来了 建起来之后呢 教会就 有一些社区里 开始有些教会 也传福音 那么传福音过程 难免就有些人气烧动 当时犹太教 或者是当时那个 罗马不激热这种福音 那么就因此也是烧动 烧动中呢 他们当时这个做 皇的那个 皇帝人 就把他们全部给连出来了 所有的 所有的 以色列人都从罗马被赶出来 所以他们就被赶到 嗯 以佛所 格林多这个地方来 那么他们当时怎么认识保罗 大家这里就觉得很轻巧 这就是我们跟现在也有关系 所以呢 保罗就是一个使徒 他要去传福音 那么他当时呢 从雅典来到格林多去传福音 那么保罗是一个人来 格林多传福音 他也谁也不认识 他也很想找到自己的同胞 那就是基督徒了 对吧 他想找教会 但是呢他到处打听 最后他听说 格林多有犹太人 他心里就很高兴去找他们 他就果然找到了 他接受了亚织拉 亚织拉 亚织拉的自己的夫妇 大家通过这个 就也能看出来 我们追求神的人 最多都能找到神 都能找到神的家 我们不用说别的例子 我们就知道 我们以前刚来这里的 薛亚明姐妹 那么他就是从那个 亚织拉的办公了之后 他就找教会 他找教会 就上网站 所以他第二天就来到教会 这时候他就很饥渴 他那孩子都在那里 那么他就去寻找这个东西 我不是我们传的福音 也不是我们哪里话 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哪里 那么我们的小汉弟兄也是一样 他说多人都过来 他怎么知道我们 我们也不认识他 他上网站场 也找到我们了 那么更多的是我们死心弟兄呢 他说女战娜开车过来 礼拜六到的 来地儿 礼拜天我们在教会这里面 多感谢神 他说女战娜正常先过来 礼拜六就到这儿 然后就找教会 上来找 对不对 那就是他找的教会 我们在教会认识 这就是神的 我总觉得这是神的安排 和神的供应 所以神就给了保罗这种对接 正常认识的这一个夫妇 那么保罗呢也是 另外一方 他保罗在有地方住 有地方吃 因为他也有个童工 所以他就正常住在亚织拉 亚织拉这一家人这里 而且他们都是做组织的行业 都是做丈夫为生的 所以他们就一直在童工 那么这圣经中呢 讲这两个夫妻呢 讲了十六次 一共讲了亚织拉 百织拉 讲了六次 那么其中呢 有四次呢都是 百织拉在下面 亚织拉在后面 那么圣经解经家 有很多不同的解释 那么不同解释 但是合理的解释 可能就是 百织拉呢 亚织拉比丈夫 可能各有恩赐 特别是他有口才特别好 所以他在 特别是家庭教会中 都是百织拉在出头路面 他可能是 给人们茶经啊 管家庭教会啊 给姐妹们那些团契啊 都是在那里 那么 但是这个对不会影响我们这个家庭 并不是 你稍微找个钱 这个家庭不行 反正这个家庭很坚固 那么这也就能看出了 我们圣经中是说过 那个 就哥伦多前书 前书的四三节 就讲的爱的真理 大家也能看出来 这一对夫妻 从来不嫉妒 不自罚 不张网 这一对夫妇 我们学习这一点 就是说 不管是谁有哪 方面的恩赐 夫妻俩 团结一心 在去做事工 那么这 这一对夫妇 这一生中呢 有很多世纪 其中呢就是他们 当时就可能就是被 感到罗马感受之后呢 在哥伦多住 那么他们可能很有钱 不知道有多少钱 都不知道 但是他们可能有很多 很多生意 甚至可能有很多分店 哥伦多 一佛手 很多有分店 那么他们一直跟 网罗同住 那么他们这两个人 人生的最关键点 就是认识了网罗 真的感谢神 我们也希望多认识 我们每次神派的人 我们可能擦肩不过 说不定就是神派的人 不要把周边来的人 就觉得这个不就是谁吗 不就是谁吗 也别想看小饭了 小饭过五年三年 又回到我们了 都很难讲 所以我们要看 我们周边 曾给我们带的人 就是一定要 就诚心去接纳 心里要有诚心 那么他俩就认识保罗 就是他们的人生里的 最大的选择点 那么他们对保罗同工呢 在以佛所也建了教会 那么他当时呢 发生过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是有一位 传道人叫亚伯罗 很有口才 那么他也可能念过 也读过很多圣经 那么他们的保罗来之后呢 他们也认识到一个真道 是圣灵的受洗 是最终的一个受洗 以及施洗原来的受洗 以及施洗原来的受洗 是认识原来的受洗 那么这一对夫妇呢 在家里几个开始建了教会 那么特别是百教兰的 也给福女们传福音 那么大家也没想过 他们的传真福音 都是建了多少个教会 你看我们就见到 那些人有一个小教会 也觉得很辛苦 有时候觉得很无奈 甚至无力 但是他们呢 看圣经的话 只是他建了三个教会 家庭教会 停满在一起 在以福所建的教会 跟保罗一起 在跟对建的教会 想象一下 我看他们有什么事情 现在要扩张 他们要放到别的地方去 就是建一个教会 做神的事工是不容易的 这一对夫妇 自己做帐篷 自己也做生意 对吧 但是跟着保罗东奔西跑 还建这么多教会 在事工 那么实际上教会呢 还不只是物理上的建筑 那么教会 实际上森林 几个事工很多 教会不只是物理上的建筑 是我们大家 新高级的这一帮人 我们几个人 我们都追求主 我们几个人一起 就是一个教会 不一定就是非美式的建筑 这是一个概念 中的一个区别 那么我们学习百吉拉 雅吉拉呢 学什么 还有很多地方值得学 那么首先他们呢 学习的一个最大优点 就是他们同工 我觉得夫妻同工是非常有意义 而且非常有福的一个神的恩典 是啊 很多夫妻 我以前教过 我们在零三年 去教会 那个姐妹也很追求 那丈夫就不信 那丈夫就不信 你说什么她都敲电话 给你顶着一提 一点办法都没有 那姐妹那么追求 丈夫就不信 是啊 她也很可恶 所以我们夫妻俩一起信主 是莫大的恩典 一定要抓住 这夫妻俩一起信主 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她俩的夫妻呢 就是夫妻俩一起侍奉 他们俩同工 夫妻恩爱 然后呢 妻子的圣子的丈夫 丈夫 爱妻子 两个人合一一体 这就是圣经的一个教导 夫妻俩 然后他们呢 也是为了事业而前居 他们做丈夫 而且他有很多 对于夫妻都有生意 但是他是为了保佛建堂 我们就到处搬迁 那么 但是他做这些事 都是取自愿 为了侍奉主 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 那么反过来 比我们自己现实的生活 我们就能感觉到 我们 我们搬家是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工作 对吧 我们搬家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 甚至为了子女 为了前途 为了更舒适的环境 这就要学习 人家这个搬家 不是说为了更好的环境 更好的工作 真是为了服侍主 在办 那么特别我们大陆人 我们大陆人 我们大陆去 特别到加拿大陆很明显 所有的名校附近 都是中国人或是印度人 然后这个名校 就变成了中国人的学校 或是印度人的学校 很追求的东西 所以我们修徒 不是说不追求 也就是尽量避免这些东西 我们是追求主 不要太过分的名 追求这个市场的名义 你市场的名义 追求多了 就自然就是 服侍不好走 那么他俩这个夫妻俩 我们学习的东西 就是不要笑话这个世界 他是笑话主 做主的事工 第二个我们要学他这个夫妻俩 适合呢 要学习就是开放家庭 来适合 那么我们这个教会很小 我们现在大家都正在买房 入住 找工作安顿期间 所以这个开放家庭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么这两个夫妻怎么做的 他们首先是在家里接待 他们现在在家里接待了谁啊 接待了宝贝 这是等性的事情 接待了一个使徒 后来他们也接待了亚伯罗 所以他们这是传道人 接待传道人 接待传道人 他自己冲进去 学习的同性 是吧 这是好事情 那么他在家里接待 那么他们 跟他们一起的过程中 也了解了 这个传道人 他们的意向 他们为人的需要 也有助于他 这两个夫妻 日后的施工 那么 他们在开放家庭 又做了什么聚会 开放家庭 就是为了给大家 全部产品 他们都是在家庭里 就会侍奉 敬拜 牧羊 这就是说 就是属恩典 因为我们以前 是我们自己开放家庭 在我们家里敬拜 自己不容易 但是这就是神的恩典 觉得不就是这个东西 我有多少能力 神给这个恩赐 你就能做到这些东西 那么大家知道 开放家庭里 有很多挑战 也有很多助手 那么 开放家庭 或者也都知道 开放家庭 第一个人就挑战什么 有很多麻烦 开放你自己家 就有很多麻烦 你就得整理好 拿上卫生 包括接待 茶水 早就还有陪难 那么 还有什么 开放家庭 有很多损失 大大小小的损失 都会有 哪怕墙和空洞 水管坏 什么东西都坏 都会有损失 还有什么 开放家庭 有什么挑战 承诺 你要开放你的家庭 你也要承诺 你也必须先到 你也必须先到 你必须在 比如像今天这两天 如果我们开放 我们对教会 或者我们家庭 经办 我如果不在家 我去烧学 我去干什么 那我们这个家庭 这个经办就搞不了 所以开放家庭 你自己很大的挑战就是 你本人就要承诺 你也要安心 你也必须到 你不是说我生病了 或者我还不舒服 或者我要工作 或者我不能来 自己开放不了 这是很大的挑战 但是为什么 圣经理念 建议我们开放家庭 包括我们自己 因为愿意开放家庭 神有神的助手 开放家庭 绝对会有助手 那么首先看儿女 怎么助手 开放家庭 我们知道信主这过程中 儿女最清楚 我们父母是不是信主 儿女最清楚 我们父母是不是真的信主 因为我们以前靠土气的时候 也有一对年轻的夫妇 他们钢铁的朋友 那么我们以前分享的时候 那年轻的夫妇就说过 他们呢 他们父母是很清楚 但他举例他们收拾的一个人 他就觉得他们收拾的一个人 就是 就是我们英文教育的朋友 中文英文叫假基督徒 就是去经办 然后盖端端端端 他就从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 他年轻的小年轻的一个夫妇 他们就学了很多东西 真的假的他最清楚 所以我们开放的家庭 实际上 我们在挑战我们自己 也挑战我们的儿女 我们儿女在看我们 是不是真的在敬拜神 是不是真的在追求神 儿女也从中去学到很多东西 大家都知道 特别大陆人 宁可自己不去教会 也希望儿女们去教会 是不是啊 那么这个开放家庭 儿女们就学了很多东西 从中就学了很多 父母们 是不是在追求主 从中看也会追求主 那么第二个呢 开放家庭 对这个家庭 是会有福祝福的 神就说 极可无益的人是有福 包括开放家庭 神就说 你是最最最第一 那神的事业做第一 神的祝福是宝贝的 还不只是最宝贝的 还有我们的永生 所以这开放家庭 就什么教会一样 应该都是这样一个住宿 在跟着 所以这开放家庭 是绝对有好处 那么我们学习这个百吉拉 百吉拉 那么也让我们能够 也让我们能够 不只是侍奉着 寻处神的旨意 我们在侍奉中 也能够认识到 神给我们的满意 那么我们也有 工作中也有酸甜苦辣 但是呢 在教会团契中 我们能够把这些酸甜苦辣 能够用到我们的 最修处中的一些恩典 那么我们学习百吉拉 亚吉拉 也学习他们的成全传道人 装备自己 甚至防自己异端 刚才我们提过那个 前面有个叫亚伯罗 亚伯罗的一个仇道人 那么当时他只知道 施行约翰回改的道理 他就不知道圣灵的修行 那么当时这两个修行的 有点不同 施行约翰的洗礼呢 施行约翰十八节二十五节就说过 那么 他就是一个是强调认罪的一个悔改 就让你首先要回头 那么这个旧约翰的先祖所说的一样 都是注重律法 注重行为 你先要认罪 你要悔改 那么呢 约翰的这个时期 只是在启动性的 就是预备性的 这个时期是很重要 就像我们的决志一样 我只觉得 我中文说的决志 有点的感觉 决志是第一步 这时候就有一个受邪 那么呢 真正的受邪 这个还不够完完全 真正的受邪 就是圣灵的洗 那么这圣灵的洗 就是保佛给他记得很清楚 就是必须借到耶稣基督的保血 所里的新约 我们靠着圣灵 我们才能从最终真正的回来 责备自己 那么我想真正的圣灵充满 真正的守到神的圣灵受邪的人 就会想到 我们应该去经拜祥 经拜祥是第一个 不光是下多大的 多大的风 多大的雪 去经拜祥是第一个 这个就会圣灵充满 我想圣灵充满的人 绝对会想到这儿 但是刚才想说的前面那个 就是只是说起洪性的受邪 那可能就是 无所谓 无所谓 这就是有个很大的区别 那么一个真正的圣灵充满 圣灵兽邪的人 就会有圣灵的保持 他就会有喜乐 有和平 有温点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因性诚意 就是一定要圣灵的喜 那么他这两个百居拉雅提法当时 就对亚伯罗这个传道人 讲解了这些内容 使得这个传道人能够真正的认识到 一个受邪 那么这个也对他们自己的 这个服侍族的过程有所带的帮助 因为我们基督徒 基督教也有很多医官 基督徒也有很多派系 从哪儿出来 就是对这个圣经的一个 根本的认识不一样 所以造成的 那么我们学习百科大学 也知道他们 最终是跟广罗一起殉道 他们就是荣耀了上帝 帮助了别人 但是他最终是殉道 与依族的事业去世了 那么当时呢 就是祖父的66年左右 实际很多基督徒殉道 其实第一个就是实际 那么后来呢 约翰的弟弟雅各 还有保罗 佩哲 安德烈 都是那时候进行 就属于殉道 那么百基拉 雅基拉呢 一直就在家里等教会 在外面养到教会 那么一直跟保罗在一起 那么他们就已经知道 会有生命的危险 因为当时说他很厉害 跟着保罗最终会有麻烦 最终正在会伤命 果然他们都是在罗马郊区外面 被斩首 殉道 都是跟他们一起 那么这两个一对夫妻呢 叫做同工同死 他们是也死了 但他们的名字在罗马郊区上 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不管怎么是罗马郊区 就要在罗马郊区上 那么公益的观点 会就等他们 那么大家都知道 我们这个人内容 有三座人 三类族群的人 相信 相信叫做什么 天堂 或者说呢 相信叫共产主义 就是相信未来美好的生活 三足人全 大家不知道 有没有在中国长大的人 有没有入党国 小贩有没有入党国 少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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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贩有很大样 清典国 大家在大陆入党的人都知道 少大姐有没有入党吗 入党事实是这样的 我给您大家念想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拥护党的刚明 遵守党的征程 履行党的义务 执行党的决定 严守党的继续 保守党的秘密 对党征程 积极工作 为共产主义 奋斗众生 这是我的事实 我是八五年人命的 然后九云年被斩掉了 九云年被开除了 那么随时准备为人民做事牺牲 永不叛道 那么 这就是说 大家都知道 上帝面前呢 人人都有罪 我们的罪念太慎重了 我们人类没有一个人配得几天堂 不是说我们事实不事实 都不配几天堂 但是人类有三种人类都希望 都能进天堂 相信哪一个群群 刚才说了共产党 共产党相信共产主义 共产党跟天堂不一样 不要混在一起 但是他这个愿望都是那种 就是美好的生活 共产党想靠了吗 靠革命 你死我 我的革命 无产阶级打死他 打死资产阶级 靠靠革命和政权 靠物质丰富 来进入共产主义 我不知道现在提不提这种共产主义 不清楚 第二批人是犹太人 犹太人靠谁 靠上帝 犹太人是谁靠上帝 犹太人都很少说God 这三个字 他们很怕网撑神的名 很尊重到 他们相信神会给他们带到 这个有生或是天堂 基督徒相信神 相信耶稣的再来 这三个人都相信 但是方法都不同 基督徒是靠耶稣的再来 那么大家知道 真正荣耀上帝呢 有很多种 圣经里也记载了好几处 以色列记 大家看就知道 以色列记当时就是 以色列人被灭门的那天 他冒了圣经的危险 去求王 他说了什么话 我死就死吧 为了以色列人 我死就死吧 果然他就在那个王的面前 在王的庭院里 三天三夜祷告 后来神做动了 就从打动着王的心 所以以色列人没有灭去 以色列做出这样的事 那么 我以前给大家请个例子 比如有没有人听过 有一个教会 美国有个教会啊 有个夏天天很好 教会开始敬拜 很多人就开始陆陆续续地进来 那么那天就很奇怪 有很多西藏恶灵 黑西藏恶灵的人 来了进来陆续续人 一进来之后 他们就拔住了几个门 然后有一个人呢 他到讲白牧师旁边 那么他 人都进来了 他突然就拿出了枪 使得在座的所有的观众 你们不是基督徒吗 你们不是说 相信耶稣为你们而死吗 今天 你们愿意为耶稣死的人 就留下 不愿意就出去 果然 现在坐在最后面的西藏恶灵的一个南的 就是路续续往外走了 就掉了 慢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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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后还剩一批人 然后后来拿穿这个人 就跟牧师说 你们可以开始听办 现在坐的人都是愿意耶稣的牺牲的人 弟兄姐妹们 这个例子就是说 我们进天国呢 不是进天国 大家有没有想过不知道 进天国不是说买一个门票去看那样 看那样买一个门票就可以去看那样 今天国拿这个门票是进不去的 必须靠我们的心 靠我们的心 心在哪里 这种考验 考验会在这儿 我们一定要有这种考验的动物送过才行 就是哪怕这个天国的那一天 我们都愿意为耶稣 愿意留在这个座位上面 才能进天国 才会有明册来用我们的名字 所以我都说一点这一天雪或这一天雨 这不是说任何教会 美美教会团队太好了 天气好 或是有关里头 教会都满满了 夏天去看很多人 一下来雨 一下来雪 人就很少 但这个问题不正常 不正常我们能把它当正常 我们信号主的人 就是来信号主的人 心靠主的人 什么样的天都会来 靠主 心靠主才是对对的 那么见主面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碰到三心两意 我们就要靠心去见主面 那么我们见主面那一天 我们还在三心两意 那就会出问题 还想靠这个能调下 今天我会出问题 那么我们就是一定要为主的事业 就像刚才我说的 我让那时期一样 我们变得进入那一天 我们现在事实应该是什么 事实应该是为主的事业 为主的事业一直到到底 要奋斗中生才对 那么我们自己最清楚 我们自己的心 我们最清楚我们的心 是不是黑的 白的 红的 我最清楚 我们自己也最清楚 因为圣经也确实说过 去天国的路是窄的 进的人上 这话有时候很他情人 但是这就是事实 圣经也确实说过 不是说红红红红红 都来教会的人都去天国 圣经也没有能够说过 所以就说我们一定要 真心慈意去追求主 就是按刚才我们所说的 一定要坚持到 就是为主信道 有这种思想才行 像亚基拉、百基拉一样 他们最终都是为主信道 有这种思想才行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那么学习亚基拉、百基拉 我们还学什么 学习传福音 他们渐渐地教会 见师奉 包括根据保罗 最终都是为了传福音 他们为了传福音 做了很多事情 那么大家都知道 通过他们能学什么 实际就是传福音 有很多方法 有很多步骤 首先就要立志 立志要传福音 实际上立志就是要 要常常提醒自己 不管得时不得时 总要传福音 这个是庭末泰后书 四章二节所说的 当然你已经知道 你已经问自己 我应该如何传福音 这就是好的象征 你只要哪天说 我怎么传福音 这时候你已经立志了 你已经立志要传福音 所以这个问题 已经不是问题 你只要想传福音那天 神就会听见力量 那么立志问题 只要你想传福音 立志已经成功了 那么第二条呢 就是你要 为传福音的对象 开始祷告 我觉得我做的就不够 我们也知道很多人 我们应该传福音 我们也知道很多人 哪个教会 我们做的不够 我们为他们 能够传福多少次 甚至我们知道 哪些人 我们应该传福音 我们先要祷告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我们想给谁传福音 或者想做哪个福事 先祷告 特别是我们要传福音的对象 要祷告 因为这里神有神的奥妙方法 神有神的奥妙方法 去传福音 我们祷告了 神吹听了 祷告了 祷告了 就会兑现 对方就会拿教会 对方就会坑入主 那么多少人也来不喜欢的人 最终都会坑入主 都会来信主 我们一样 我们一样都不信的 为什么我们信 就是有人帮我们祷告 有人在跟我们传福福音 我03年开始去教会 我就不是太信 就是去教会 但是不信 那是多少人帮我们祷告 多少长老为我们的信 我们有时候不去教会 像这样子我们也有去教会 或者是一天太好了我也不去 天太好了不去 在这里有很多事情做 那有时候呢 加个长老 我们就在家搭草 那么 那时候我们家住在南面 教会 那个教会也在南面 那个教会结束了 长老就去我们家 以前打电话我不接 以前一打电话 我说我在外面 他后来不相信了 你在外面我也去 他就来了 来了我在歌唱 你不在外面 你还在歌唱 知道什么意思 这些长老为我们的道 这些祷告就使得我们信在念 所以我们这个长老 这种祷告之后 现在我们很可能 他就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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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长时间 这种功夫没有满费 没有满费 所以就是这个唱福音 就是要为对方一定要祷告 唯有先祷告 否则对方要接受福音就有困难 就是我们这个障碍 就是必须靠祷告 因为神做功 是需要靠我们的祷告 去打开这三个人 那么第三个要装备自己 就是说 特别是我们大陆这些教会 大家就生活比较繁忙 有时候就很难装备自己 一定要先要装备自己 那么有三样事情要做 首先人要活着要有几样的事情 也要有三件事情要做 我们首先要呼吸 我们要吃饭 我们要运动 一样的 我们要去传福音 一样有三件事情要做 呼吸就是祷告 我们要先祷告 祷告才能喘气 对吧 神的这个功能就可以做出来 吃饭 我们要读经 领受圣灵 我们要读神的话语 就是跟吃饭一样 运动就是服事 我们一定要把神的话语 去拿到现实去服事 这就是中的一个过程 章篇的内容也有两个方面 一个就是圣经所说的 就是圣经的话语 圣经的话语就是一个我们的理论 就像我们所说的 我们念过书的人都知道 理论是说的 但是呢 这个东西一定要拿到客观去 就是我们真正的经历 神的恩典 真正的从心里相信 不是说嘴巴的信而已 所以圣经的话 很多东西是理论的东西 最终要拿到现实中 我们从心里去信 如果真正从心里信的人 就会把神的话语拿到实践中去实现 最终大家都念过书都知道 我们念大学出来有什么用 我觉得我本科毕业之后 我还是电子系毕业的本科生 毕业之后呢 一个班大体都不会修 我们家有小小的班大体 一个电子系本科生就是不会修 说什么 我们身体不通也没有最终 最终我们就做不出 生命不改变 我们就做不出几个土了 你一定要有实践能力 你一定要把这个东西能搞定才行 即将班大体能混修 你学的东西才有用 一定要有这个实践过程 所以就要装备自己 第四点要信心的建立 因为传福音呢 有时候就很难 因为我们面对很多不同的人呢 有时候就会被人打过来 还没等着传福音被人说就不得了 有时候传福音也说 你过得也不怎么样嘛 你师父也没有我 对吧 你传什么福音会这样 那么包括有些人会 问哪些问题呢 你就回答不了 我以前传福音的也放我们的钉子 有些人说你把神拿过来 你把神拿过来 你看嘛 这就是我们信心界里需要过程 碰到这些问题 我们就一下子可以打进去 信心迷路 所以我们要平时要积累我们的信心 我们要有这种信心 才碰到这样的困难的时候 就不得了 碰到这样的困难 不会沮丧 所以这些问题 我们是回答不了 但是呢 我们要学信心 我们就会增长这种信心 去对付这些问题 就不会被这些错诊 打掉我们的信心 那么圣经也确实说过 这是哥林多前书 一章十八节就这么说的 实际上的道理 在那灭亡的人为余主 在我们得救的人 却因为神的大理 是 实际上的道理 对这些人就是 你把神拿过来 他才信 对他们就是一个余主的东西 所以余主的人就会这么想 但实际上的道理 对我们庆祝的人 就是一个莫大的恩典 是神的大理 所以呢 我们也不用太贵 自备自己 也不用 因为这个庆祝 不是靠我们自己 靠神 所以你一定要不要 自备自己 也不要觉得自己无能 也不要觉得 对方心很刚硬 这个火候没到 我们打光没到位 我们的心哪没到位 我们的那个庆祝的 信仰不到 最终呢 神最终是神在做过 庆祝有时候很难的难度 就是我们总是分工不清楚 我们总觉得 我们做得够 或是我总觉得 对方信神 我们不行 我们以前有一个 有一个美国的牧师 他有一次讲到的时候 就这么说的 我们为这个牧道友 祷会儿让让让之间 为他做了让让的事情 他还是不幸福的 他太太有时提醒我 这个叫Francis Chen 他就说Francis Chen This is not your job 他就这么提醒 多好地提醒 最终这个人信不信主 不是我有多大难的 我祷告了多少次 我为他做了多少事情 这个是神的事情 一定要给神做 那我们就轻松了 我们做了我们的事情 最终最难的这一块活 是神来做 我们做不了 所以我们就从Francis Chen 那么福音的内容呢 大家都很清楚 念过 看过福音书的人都知道 我们首先要承认我们的罪 我们也知道 我们耶稣为我们死 然后我们要通过死亡 跟耶稣一通死 我们从罪里才能活出来 要知道福音的事实内容 我在后面答应出了几个 我们基督徒应该知道的 那几个章节 我就答应 大家都可以拿一份 大家就很感兴趣 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 应该知道的福音的 一个基要真理 就是我们世人都犯了罪 亏损了神的能量 这些东西一定要我们自己砸在心里 我们才能去传福音 这就是福音的内容 那么第六呢 要传福音的时候 有一个方法 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行为 举止 说话 因为世人呢 不只是要看福 不只是要听福音 不只是我们讲的道 他要听一点 不只是要看我们的福音的收 或者好的材料 他最终就要看你的 看你的言行 看你的行为 我们传福音的最好的方法 就是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言谈举止要一样 我们有时候分享 大家也是很出于褚闷 我们基督徒办到多少少人 就是因为我们的言谈举举止不一样 所以说实话 我不是太喜欢在这前面讲到 我前面讲到的东西 一定要跟现实现实生活一样才行 多数人盯着我 一样闹着 那么就是说 世人都看见你 你所说的话 跟你生活一样 如果一个基督徒 言谈举止跟你所说的 所说的话 跟你的行为不一样 他那一天就会办到一批人 不只是办到我们基督徒 会办到一批非基督徒 木脑里 这是我们的木脑里 这是我们的木脑里 我们把他们的救恩 的路都给读了 所以世人要看福音 因为圣经里也就是说 你们的行为 行为人 与基督的福音要相称 因为没信的人呢 在心上看不见耶稣基督 不信主的人 他看不到耶稣基督 他是他哪里看啊 他们 他们却能看见什么 基督徒 他们看不到基督 但是他们能看到基督徒 所以我们基督徒 就是应该代表耶稣 耶稣的形象才行 信徒的表现 就是传福音的最好的方法 那么有些人就说了 我没有什么恩赐 我没有什么能力 我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像今天这两天 那么很多人就没能力呢 有个弟兄就接着说 我什么能力都没有 旁边有人就说 很好的一个方法 你有车 你会开车 很好的方法 你就让他给接送 接送人 这也是一个很不好的传福音 我啥恩赐也没有 那你至少可以开车 接送人 这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接送人来教会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传福音的方法 那么因为最终他们通过这种 我们的这个行为 通过他来教会 最终他会接送福音 第二个呢也是 最终呢 我们就要把所有的东西要摆上 让主使用我们 使用我们的时间 使用我们的金钱 使用我们的事业 使用我们的孩子 包括使用我们的家庭 我们要摆回去 才能让主使用 因为我们把所有东西摆给神的一天呢 神就会带来住 张巴黎牧师有一次讲到说 提过他们那个教会 因为美国可能很多人 也有很多有钱的人 那么很多人就 投资一米有很多钱 就炒股票 那么他当时就 美国经济当中的时候呢 有些人就拿了三百多万美金 炒股票炒完超级都那样了 张巴黎就就扣了他信心了 张巴黎就开玩笑地跟他说 你那个三百万不要去炒股票 你拿了教会的多好 这话很有讽刺性 但是你把那个三百万 交给神的手里面 会变得多好啊 想象过吗 那三百万分钟就灵啊 绝对不会 神都说了回家百遍 甚至有永生 人世人都是这样的 三百万丢了那一年 会来找神 但是我们当时把这三百万 投给神的视野 为神服侍的一点 会变得不厚啊 就这个道理 就把我们的 我们个人 给主使用 把我们的家庭 我们所谓的一切 因为教会就是分工不同 每个人恩赐都不同 刚才我解决了解 现在就是什么都不行了 就接送人 就是很好的事情 但有恩赐不同的话 每个人做不同的事情 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心很重要 我们把我们心要摆上去 给神使用 很重要 怎么摆上去 杨泽民牧师在塔利托克里 动了一个 他总结了五十句 人生格言 我放到我们的网站 这个参考资料里 大家去看 一定要看 非常好 我给大家提几个例子 其中的 其中有一条他这么说的 一个常常看别人去的女人 自己本身 跑步到哪里去 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时间检讨自己 你总看别人的确定 哪有时间检讨自己 这是什么意思 第五条 他刚刚这么说的 将优点隐藏 叫什么 叫寒养 将缺点隐藏 叫什么 叫虚伪 这就是人生的一些格言 看着看着 当你快乐的时候 你要想 这个快乐不是永恒的 当你痛苦的时候 要想到这痛苦 也不是永恒的 我们要信靠神的人 就知道 苦难来 喜乐来 都知道这不是永恒的 你因为 你因什么烦恼 就把什么放下 烦恼就没有了 从我同意来到 有什么烦恼 把孩子放下 钱很重要 钱放下 真的 钱很重要 把钱放下 孩子很重要 把孩子放下 我们现在孩子大了 我们还是不在我身边 对我们是很大的挑战 孩子在外面干什么 不知道 对吧 孩子学习怎么样 真的不知道 大家都知道大陆多少移民 或者留学生 多少留学生带多更多 他们也就参加西里卡 考虑 或者什么 四半年期考虑 父母不让人在干什么 真的 父母就给钱 那小孩子们几年也兵不了 父母也不懂 小孩变个借口 父母就 肯定就一个是 还给钱 还给钱 一个考虑要七年八年毕业 父母就苦死了 要把孩子叫为神 我们能够继续叫为神 我们要叫神来看护这个孩子 我们给他祷告 我们也在我们本地 给别的孩子祷告 神会处置他 神会看护他 所以这个就是 有什么反弱 一定要放下 让神来看护 反而就没有 有一点 无资并不可憐 人都不一定要 老闹们都没有支持 不可憐 无资并不可憐 不知道自己无资 才是这个 一定要知道我哪天不行 哪天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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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天不行 不知道那天 就不知道这个事情的人 是很可憐的 世上的东西呢 越是得到 越以为美好 一旦得到 越不再美好 所以世上的东西 就是跟那个 那个传道说的时候一样 就是跟追风一样 追到时候都没有很好 是啊 我们当时移民的时候呢 我女儿就有一个要求 我们在那个 电视上看那个国外介绍 包括移民的介绍 我女儿就看那个 国内叫别墅 对吧 一个house叫别墅 我女儿就看了 妈妈 我们去国外是不是住这样的地方 我妈妈 那个我太太说 是啊 那我们就去 这就属于她们 到加拿大 谁家不是house 对吧 谁家不是住别墅啊 人都住别墅 所以得到了没有什么 知道吧 平时这是最基本的生活条件 所以世上的东西没有觉得特别好 你得到那一天都是一样的 住房都一样 都是有床 有饮洗脑 有吃饭的地方 活着就是恩典 就是一个珍惜 当你抱怨没有邪的时候呢 那你有没有注意 有人还没有脚啊 多好的一个恩典 我们有时候抱怨太多 是吧 有种东西还在抱怨 多么人没有脚 不用穿鞋了 你还觉得那鞋不好 对吧 在这个意思 那么 这一位拥有财富的人呢 其实是呢 被财富属于 我们不是财富的主人 财富属于我们的主人 我们追求财富那一天 就会是这样的 愚昧的人呢 总希望别人理解自己 聪明的人呢 总是经历理解别人 我们基督徒经历这样 我们想办法理解别人 而不是别人理解我们 我们没法被别人理解 我们的行为 言大句子 非基督徒是理解不了的 我们对他们的眼光 我们是愚昧的 是啊 我们是愚昧的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理解别人 为我所拥有的感谢上帝 为我所没有的也要感谢上帝 所以富足不在于拥有多少 而在贪心上 这就是富足 我们贪心上那一天 我们就会觉得很富 富的人 这就是其中几个格言 我觉得很好 每一条格言都是 我觉得对我是帮助很大的 大家都可以初中学 那么百吉拉雅吉拉这个呢 我也就举了几个例子 大家都知道 我们呢 凡事都是应该为了主 开放家庭 做基督徒 跟佛的传道人同时侍奉 那么实际上这个就是 你侍奉主就是一个干甜 干美的一个事情 那么 那么耶稣亚基里呢 就说过这么一句话 耶稣亚当时就是给他的二代 做最后一个动员的时候 就说过 执于你们 他要求别人都要信神 但是很多人还不顺服 那么他就最后说了这么一句话 就说 执于我和我的家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这句耶和华 耶稣亚基二十四章四五节 所说的 他就坚定了这个 我们这一家里要侍奉神 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一定要去侍奉神 不要被侍奉莫领 牵着一直走 那么今天这样的教会 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 我们不但需要像保佛这样的床道人 我们教会就是需要这样的 保佛这样的床道人 我们没有 那么我们不只需要这样的人 我们还需要百姓拉亚基拉这样的夫妻 所有的家庭 弟兄姐妹 都像百姓拉亚基拉一样 能够夫妻来一起 为这个家庭来做基地 祭坛 圣所 教会来牧养和培养和长福音 那么大家都知道 我们这个教会 建造到现在没有多长时间 但是我们也出现了很多 百姓拉亚基拉式的夫妻和家庭 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 韩丽州弟兄跟雷师同姻姐妹 这一家人 大家看这个照片就知道 这是我们就是 13.1月13号 第一次家庭静万福的照片 你看我们的牙哀姐妹 当时只有一个小孩 看到吗 就是说 这一家人 第一天开始就来这个教会 然后呢 这一家人就是团契都想来 周末也都想来 那么这个牙哀小姐妹呢 就是说 每个团契 没到脸就吹父母 到脸到脸拍这个 去团契 清一天 到脸到脸 我们看你去教会 弟兄姐妹 这就是这一家人 这种 这种 百姓上就是一个见证 他们这种 就百姓拉亚基拉式的一个长福音 夫妻同心 来扶持教会 尽管他们还没有受血 他们现在已经在很可怒 他们已经一直在他周边的长福音 他们长福音的那些人数都比我们多 因为我们有时候接触人少 他们接触的没有多 他们自己就靠着这一点信心在传福音 这就是一个百姓拉 雅基拉式的一个传福音 这种家庭能够有福吗 你想一想 我们每次照照片 大家一定要抢的去 你想一想 照片的都应该有女才选 你看这个照片 第一个照片有这一家吗 第二个照片还有 我们当时就一个小孩 看到吗 你们两个就不止这一家 一个小孩 这些小孩这样的家庭是有福的 真的是有福的 你看他抱着这个箱子像什么 黄金箱啊 那个都黄金 是空箱 还是不知道 但是呢 他就这么喜悦了 那么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王庄阳 莉莉姐妹 这一家人 那么我记得莉莉姐妹 刚开始参加我们的传奇事 她就这么说 她也没受血 她说 我们那时候谈了个受血 她说 我要受血 我就要做好基督土 地区姐妹们 我们受血 一定要这样 我要受血 我就要做好基督土 受血不是门票 把受血打个门票那天 就土了 真的是土了 就去垫掉了 基本的成果 一定要把这个东西 当成一个好基督土的一个性质 那么这一家人 你看起来就是莉莉姐妹 来教会 后来她才在学习 学习习习习习 当时呢 王中央弟兄们来 照顾这儿分享过 她就觉得 她没找到那个位子 分享过 她就觉得 我没找到位子 她就立了找个位子了 她没找到 现在里面也没看到 王中央弟兄们 找到位子了 她才教会了福士 她才到处传福音 她不知道谁受洗了 她不知道谁是基督土 她满哪儿是传福音 连几年几十年的基督土 他们在传福音 弟兄姐妹 很惭愧 其实我们很惭愧的时候 他们就在到处传福音 告诉他们 我们教会有什么安排 教会有什么事情 在这儿传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百丘拉雅 是在这家庭 我们应该学习的 那么 我们有一次搞过布道会 布道会结束之后呢 他家里来了一个弟兄 叫 张中均 跟他分享过 当时呢 布道会那天 拿了很多 孩子们也有很多 所以那天 我们两个姐妹去服侍了 一个是李四平姐妹 一个是我们金湘的姐妹 那么当时我们电话里 拿了 跟张中均 聊的时候 当天 那天 还不如我派我太太去 其实是孩子 那他们俩坐在这个位置 就好了 我为什么坐在这个位置 我那天 有一几个人上来抉择 我说那天 听着那个 那个正义故事 讲到这方面 书编这两个简单 一句决字 张中均 弟兄这么说的 今天这对象 决字很重要 受邪很重要 但是 生命不改变 又什么用呢 就这个道理 是 我当时很恐怖 他们论决字 很重要 但是更重要 还是这个要改变 他说我真心地去服侍 真心地相信 就够隐私了 这个隐私 身边的东西很有趣 我们还有 还有一对 母女 大家都知道 今天肯定小姐妹妹了 这一对母女 也快来 我们教会半点多了 我们每次会去接她 那么每次七一天呢 为什么我说她们有福 七一天她们去哪里 就是教会 诗人都问她 你们去哪里去教会 去哪里教会 每次都去教会 那加斯坦的小姐妹 她叫 刘阿姨 早上一起来 妈妈今天去不去教会 她当时去了 妈妈说不去教会 她觉得就不得了 那她就十二点 十二点半之间 就在门中的 瞧手探望 是啊 就是等 你手挽到一分钟 你怎么挽到了 就这样 知道什么意思 就是她们 就刚才我说 没什么恩赐 还不一定圣灵充满 但是她们是一直在教会 神用人就是这样的奇妙 这一家人结果都不辣 就来教会 就来教会 这就是世人看着你 就是在教会 所以我们很希望我们的教会中 能够有许多太子的家庭 家庭力量很大 家庭力量很重要 家庭力量很重要 家会也 但是也很重要 但是家庭力量很重要 也许有很多这个 弟兄姐妹 都能够像 百吉拉 亚吉拉一样 作用模范 来努力闯福音 来信任很多人 来信耶稣 实际上 有信仰的家庭 是有私的 有信仰家庭 是有福的人 有福的家庭 幸福的家庭 就会使人感到温暖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教会呢 每个家庭 每个弟兄姐妹 都能够下百吉拉 亚吉拉一样 富藏富水 信仰和谐 敬神爱人 乐以奉献 传扬福音 为祖父母 我们来 祖父母 神爱 我们感谢祢 感谢祢这样的写天 我们也能够来进来 感谢祢给我们场地 来进来 也感谢祢能够让 在座的弟兄姐妹 都能够显恶地来 照顾 和聆听一头 所以祈祈祢的祝福 教育着我们在座 对弟兄姐妹 祈祈祢解除我们心里的 所有的处处 难处 不怕我们工作也困难 工作也困难 身体也困难 祈求祢 祈求祢 来见过我们 祈求祢来解救我们 身份的所有的负担 让我们能够喜悦 和更静静地 为祢传扬福音 祈求祢 让我们教育们 有病例的 都能够像 白鸡拉一样 作为传福音的牢犯 让我们能够跟 试试 读到笑法四季 让我们能够跟 神明师俊 来传扬福音 让更多的人 都知道 我们是音速的文童 让我们可以做颜 做好 让我们可以做见证 感谢我们 奉祈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